我覺得女生之中男偶像不是在 異音牌 可是女生在追納那種 都是在異音牌 男生沒聞了 沒想到你是奶子 你不要拖所有男性朋友下水 你衝衝腦 不能衝到我們身體就好了 我覺得不夠 歡迎收看波波陪審團 男女關係不老差 小吳不要看我們 真的好恥喔 這個新企劃就是我們要透過 和平的溝通跟理性的分析 來揭露一些男女的問題 大家等一下要保持理性喔 好那今天進行方式呢 就是我等一下會唸一個網友來信的疑惑 那我唸完之後呢 我們的陪審團就會舉牌 圈插看他們能不能接受 再來呢 我們就會進行一場和平的辯論 辯論的時候的規則呢 就是兩方會輪流發言 但是只要其中一方 10秒內想不到有什麼話可以反駁的話 進攻方就獲勝了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第一題 網友J小姐來信 他表示自己是很缺乏安全感 而且沒有自信的人 可是發現男友的IG 追蹤了很多大賣網紅 他甚至有去留言讚美或關心過 讓他覺得有點難過 請問陪審團們 男友這個行為算正常嗎 女友應該接受嗎 陪審團請舉牌 欸這個性別分配很平均喔 我們先問就是不接受的 為什麼不能接受 就是你有女朋友的 為什麼還要追蹤大賣網紅 其實你看女朋友就好啦 不是男跟奶嗎 就是奶不一樣 合理 那哪裡合理 OK 那我們另外一方 有什麼話想要反駁的嗎 看那個大賣網紅 我們只是在追求一個 感確性 什麼是大確性 就算已經有男朋友 你們還是看到帥哥或什麼 你們也會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只是追蹤一些 大賣網紅嘛 人家只是語音質比較不好聽 叫大賣網紅 關心啊 我們可以去留言 關心看出那條界線 留言對你來說代表有什麼意思 你太關心他的 這就不對了 欸 我覺得合理 合理 你舉錯了 你舉錯了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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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賣網紅都是拍面前的給我們看 他想要得到什麼 面前的 流量 關注嘛 所以我們留言互動 算是給他一個 好 互惠 互惠 哎呦 百般都沒有找 對啊 我知道 我要說句公道話 就是你剛剛的理論我覺得合理 剛剛說就是 女生也會追蹤男偶像 然後男生會追大賣網紅 我覺得女生追蹤男偶像 不是在意淫牌 可是你們在追大賣網紅 不是在意淫牌 我們不是追蹤大賣網紅 難道我們對他投注關於愛的感情 你們就能接受嗎 就是因為我們只是對他 只有色色的想法 這才代表我們沒有背叛 對你們的愛 不是留言 就是越界 哪裡越界 界在哪裡 對啊 我相信 所以如果女生 追蹤韓國的歐巴 然後有留言的話呢 他跟這個大賣網紅留言的差別在哪裡 就我不是想要跟那個男網紅有什麼的感覺 可是感覺如果去關心大賣網紅 是不是覺得好像自己有機會 跟那個大賣網紅有什麼機會 被大賣網紅看到的感覺 我只是想要支持那個男偶像 可是你們不是 我們只是想支持 我們喜歡肉體 我們只是貪圖人家的肉體啊 你也知道我們就是不可能啊 我們就是因為不可能 所以才會教女朋友 然後在下面留言 可是 因為你說是不可能 可是有一些大賣網紅 他其實就是政變的 而且你會覺得 有時候反而比那種韓國歐巴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韓國歐巴才是真的不可能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在下面留言這件事情 或者是追蹤大男網那邊 沒有給你們安全感 女生會比較心態 我覺得這好像是你們自卑感比較強 怎麼了嗎 我自卑我驕傲 我覺得自卑 我就覺得我奶比較小啊 韌性 給自己一個韌性感 韌性 你也知道男生就是一個 心率是一個 媽媽的狀態 衝衝腦 不能說衝到腦袋 不要浮在空氣中 跟到處亂鑽的狀態 不能衝到我們身體就好 喔 不夠 沒有 我這樣不行 你們在故意錄到我的發言 好那你解釋一下 你要衝到哪裏去 男生 美五秒 就想到你是奶滋 你不要拖所有男性朋友下水 我現在已經想像你在講話 然後你美五秒 你們就跳個奶滋 後製媽跳個奶滋 她沒辦法發言超過五秒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結果我們原本 剛剛三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 別忘記 我好像講到這 那你要怎麼說服我們 就是從男生心率強制點來 合理當 就是因為我們 對大男網 我們要走起來 對 對 對 你這樣 合理 逸雲這些 大男網我們是沒有感情的投注在的 就只是一個生理沙發 就像是有可能要喝水 我們沒有感情的投注 我們把感情的投注是放在我們的女朋友身上 好你剛剛說的都合理 但是假如今天女生就是覺得有點自卑 那女友都跟你說 她覺得 自己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而有不愉快的感受 你還會想要忠於自己的性慾嗎 那這樣我就會看一個小賬追逐 那這樣我就會看一個小賬追逐 最佳一等 就是還好吧 來請問你本人有幾個小賬追逐大男網 就一個而已啊 你女友知道這個小賬嗎 他當然不知道 那他現在知道了 如果說他不開心 那就不要去做讓他不開心 可是你要對自己好一點嗎 我覺得講到這部分就稍微的偏甜 因為這就變成你感性關係中 你怎麼去 兩個人願不願意退一步 你怎麼去安撫你的女朋友這件事 那如果是關於說 他追逐大王這件事情 但在我們的觀點 我們大概是覺得 噢 他是正確的 那我們今天女生這邊 又送了相反駁的嗎 沒有 只是只是只是 只是我不行接受我的留言 留言 如果他把對我的愛言分給他的話 我會不開心 天氣冷不要穿那麼少啦 那如果他只是留說好大嗎 不是 可以啊 我覺得你不可以留種 那我覺得是 最佩合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題是我幫你把 我覺得一半一半 我覺得就像他說留言 我通常都是tag我朋友來看 哦 tag朋友好像可以介紹 但是就是撇除留言沒有太over的話 這件事基本上好像算是 可以揭曉了 男生追蹤大奶王 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會想要 打雞子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還在兩個捏 哈哈哈哈 不打不起 維持你在螢幕前的可惜 好那我覺得 由那個支持方獲勝 下一則是來自 T小姐的來信 他說男友要跟一群朋友去泰國灣 問他能不能去洗泰國浴 而且一起出國的朋友們也都要去 他不想自己留在房間 也會被兄弟們嘴 男友一直說服他說 這只是體驗當地文化 而且是沒有感情的 將女友不要管太多 會讓他沒面子 請問陪審團們覺得 T小姐應該讓男友去體驗嗎 請舉 那那麼快嗎 我想要思考一下 好你思考一下 我們三秒舉牌 他秒舉 他秒舉 好那就直覺 3 2 1 舉牌 欸 全部都不行是不是 全部都不行是不是 倒彈你是那一頁 哈哈哈哈 你掙扎你就代表你有想法 好那我們重新 3 2 1 請舉牌 我們先來問問強勢方 很髒啊 你明明就有女朋友 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還要跟別人做這種事情 一般因素是因為很有機 他說不想要 帶朋友面前沒面 我覺得他自己也想去 他用這個來當戒口 對他用這個來當戒口 軟弱的表現 假如你們今天一群女生出國 姐妹們全部都要一起去的地方 可是你不能去 你要自己留在房間 可以啊 而且還可以跟另一半就是 聊個天 視訊或是 是很加分耶 你說欸我朋友喜歡 我也可是我很乖 我會在飯店嗎 而且泰國那麼多 就是想要體驗這個文化 那你也可以去體驗人家文化 那你也可以去體驗人家文化 去把第一剔掉啊 超兇 超兇 超兇等一下 現在那個 另一方還沒有講話的時候 就已經被 裹到手提 你那個文化是要體驗到這樣嗎 我並沒有要成為他 支持方有什麼話想說 關於 男生該快去洗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就應該告訴女朋友啦 就是你們在想說 沒有人知道你去 那你就沒有去 我跟你說 就是他是 是在乎你的感受 所以他想要把這件事情 拿出來討論 那我覺得這應該要講一個 公不公平的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去牛郎店 可以嗎 可是我是 七八天堅住 雙標仔嗎 你可以 別人不行 那你去騎泰國運 女友一起去 欸會不會其實蠻好玩的 那如果男友要去騎泰國運 但是你們可以一起去 你們可以接受嗎 不行 總有我閒在旁邊的時候吧 不會吧 不是都可以一起忙嗎 有夠藥 男生有嘴巴跟雙手啊 理論上來講 這可以四個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一起去 反而會讓我覺得至少我不是被蒙在國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也有參與到那個過程 好繼續 這個網友其實心裡就是不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他不可能跟男友一起去體驗 所以如果你在乎他感受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開口 根本就不會有這個想法 合理 我也覺得合理 OK 那我們這題就由我們的 三個這一方獲勝 我覺得不要講出來 最終結法 不要被發現 為什麼要說出來 這句話 如果事後知道會更嚴重 我有朋友是應該這樣分手 這句話其實還不是 過了好幾年之後才知道 喔好幾年才發現 還是分手 可是好幾年 這個傷勢會累積下來 你們覺得不行的點是 因為覺得他這樣子 算是一個肉體出軌嗎 是肉體出軌 就是看大家有沒有辦法吸引愛分 我覺得他高手就是一種背叛 而且我還有一點是 假如這個人以後要跟我揍 比較久 那個錢財產其實我就覺得是 以後的共同財產 拿一半我的錢去花那個我不行 因為花錢 又花我的感情 就是很傷的一件事 好啦 別難給我 沒事了沒事了 我才沒有這種經驗咧 才不是我咧 我知道 我好想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的波波陪神團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有其他意見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分享你的看法 我們需要你的意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